别搞了,我要录视频了 我要录视频了 这位小姐 On your bed Hello大家好,我是Ik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经常刷社交媒体的时候 会刷到很多的图文或者是视频 是关于长期主义物品的这个主题 于是就引发了我的思考 关于长期主义它到底是购买精致高品质的物品 还是说一个物品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稳定和持久的一种生活状态 王尔登湖里有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嘲笑成就的时尚 却在虔诚地追随心的时尚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我对于长期主义的理解是这个物品 无论是从款式还是质量 它是可以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具有更常使用年限 使用场景和频率 并且在我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它 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直接简单 那么今天的视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长期主义物品 并不完全是单品 有可能是一个品类的分享 Janice的粉色手工木质书 这把书自我的淘宝购买记录是2015年4月30号 到今年已经陪伴我整整9年 他陪我度过了我的大学时代 然后又飘洋过海的陪我度过了我的研究生时代 然后到现在定居 可以说是不离不弃 满满的都是回忆 形状是有一点复古的感觉 空气都是粉色的面 所以特别的好看 书尺是木质的 所以书起来不会有刮头皮的不适感 而且在我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我会经常用它来敲打我的头皮 可以保持头皮血液循环的流畅 让紧绷到头疼的头皮得到一些舒缓的感觉 半膜的牛角书和水晶的刮沙板 是我可以坚持使用的两样美容工具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对于美容工具和美容仪器是非常追逐的 尤其是在美容仪器盛行的那个时代 基本上大的品牌或者大的品类的东西 我都买过 最终用的最称手的还是只有这两个物件 作为一个懒人来说 在我想要对面部进行按摩的时候 可以让我立马使用到 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如果你的眼眶很痛 或者是面部有一些紧绷的情况 你是可以用这个头来对面部进行一个按摩的 这两样工具就是你配合按摩精油和一些按摩的手法的话 可以很有效的帮助你改善面部的松弛的情况啊 或者是脸型不对称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物品呢 是我的床垫 随着年纪的增长 脊椎的问题 还有睡眠的问题 会慢慢的都显露出来 我在北美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就是床垫这个东西 你真的要不停的去试 你就不要不好意思 你就到店里说我要试床垫 就躺上去 左躺躺右躺躺 一定要去多方的对比 哪一个床垫更适合 一个好的床垫不仅能给你一个好的睡眠 它跟你的身体健康也息息相关 因为它有足够的支撑力 可以支撑着你的脊椎 我最终买的床垫是叫做慕斯的一个品牌 而且人平均每天要在床上待 大概至少八个小时 床垫这个东西又不是说是一直需要换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保守估计可以至少用个十年吧 所以花一笔合理的钱去购买一个好的床垫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真的超级爱我现在的床垫 我有时候会每次在上面打滚 感觉说到长期主义 就是绕不开手表这一趴 我自己本人是非常不爱戴手表的 尤其是在我20岁到30岁这一个时间段 我会觉得手表对我来说 好像是一个太过于正式的东西 但是今年我对于手表有了一个 整体的一个改观 因为时间是人创造出来的 是手表的出现让我们第一次能够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是手表把时间给具象化了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时间的观念 劳力士的这一块钻圈的日志呢 其实是我30岁的生日礼物 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它是一块巧克力盘 巧克力盘虽然不像劳力士家其他的绿盘 或者是紫盘那么的火热 但是这个颜色会让我觉得更沉稳和低调一些 应该是我会用一辈子的一块表 珍珠品类是我最推荐的手势 珍珠这个东西它无所谓有没有品牌 只要是品项好的珍珠 其实都是可以的 可以自己买回来做镶嵌 我自己是有三条珍珠项链 而且都是这种单颗的 还有一个粉白色珍珠 不知道被我放到哪里去了 像大概这种9毫米左右的珍珠项链呢 我觉得是那种精致简约又不是优雅的单品 这三条项链大概都是 也是陪伴了我大概快十年的时间 是我上大学就开始在戴的 尤其是粉白的那种珍珠项链 我是把它戴到了珍珠掉下来 珍珠掉下来了 对 然后不见了 只剩一条链子在脖子上 后来我才又去买了一条 Mikimoto的珍珠项链 这三条珍珠项链基本上是可以贯穿我所有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大家都知道我是香薰大户 无论是从我空瓶的数量来看 或者是大家看我以往的囤货视频都知道 我有非常非常多的香薰蜡烛 点香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维持了大概将近十年的一个生活习惯吧 因为我一直觉得味道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 它可以瞬间把你拉回到某一个特定的场景 勾起你的触觉 你的味觉 勾起你所有的回忆 就那一瞬间你觉得你的五感全部都回来了 我这两年其实非常喜欢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香粉和现香 因为香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嘛 所以我在尝试了非常多的香粉和现香之后呢 最推荐给大家的是鹅梨杖中香的香粉 每当我感觉到睡不着觉 很焦虑的时候 我就会在睡前打一路香 这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 那种淡淡甜甜的香气可以让你凌乱的思趣归于平静 然后可以很好地帮助你入睡 并且睡得特别特别的香 我当时用完第一次我就被它的 我就被它给惊艳到了 我就觉得 安玲蓉果然是有点粉是在身上的 当然如果说你比较 懒得去打香转的小伙伴的话 你可以就是把它堆成那种香堆 小香堆 然后放到那个焚香炉里面就好了 而且打香转它是会有不同的形状的 你可以挑那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字 或者是图案 因为你要很专注地去打那个香 不然的话 它可能会燃烧到一半就断掉了 在提升专注度打香的时候 自己其实就不会去想那些 让你感到很焦虑很烦躁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可以帮助你比较好入睡的一个方法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我的长期主义的物品 如果你有任何长期主义的物品 想要分享的话 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与大家一起来互动 一起分享一下 当然如果你喜欢看这一类主题的视频 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系列 因为长期主义的物品不仅仅是物品 它更是一种生活状态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